陳偉昨天在48歲的生日會上 答應了醫生男朋友陳國強的求婚 今天首度以獎陳太的身份亮相公開活動 左手莫名指帶著求婚專家的他一臉幸福 問到他的心情 他更忍不住笑到見牙不見眼 心情都是開心 會啊 一來睡不著 二來都有很多的祝福 我又要看 所以又要回覆大家 所以都現在暈暈地 而問到事前 知不知道男朋友會驚喜求婚 他就說完全不知道 亦都不敢猜測太多 不知道 即是不敢想 你想了不是你就失望 因為生日 其實我的朋友每年都會跟我慶祝 所以我又沒有特別遺意 聽說都籌備了一整個月 怎能問回Dorian 他比我更清楚 所以我都不太知道 那他們 很感動 對 對 也有的 有大叔叔 很開心 這麼多朋友的見證之下 很多人祝福 所以都很開心 我 是不是馬上睡覺 對 對 你去反應 哈哈 不過由於事出突然 韋哥就說 有關婚禮的細節都還沒有談過 他自己都沒有任何想法 是不是想著交由美婚夫處理 我又真的想像不到 原來他是 都幾做到事 哈哈 我幾做到事 對 因為 在我心目中 他除了會 醫人救人之外 是什麼都不會 真的 想不到他今次 很多事情都是他自己去設計 自己去作主 所以 真的 很聰明 謝謝 一提到尾吩咐 韋哥可以說是讚不絕口 說對方絕對值得扶托終身 又好 那 以後就是我照顧他的生活 他就照顧我的健康 對 是不是都很值得扶托終身 你覺得 很好的 100分 哈哈 而韋哥也透露 黃明子上的求婚傳介 是由二人的共同朋友設計 非常之有心思 亦都是我 我們的好朋友 其中一個 我們的朋友 是故意為我們設計的 其實 我剛才聽他說 八心八戰的剪 都是很有寓意 其實我們這個圍邊 這個石 其實都是 有我們兩個人的 有一些故事的 但是又是秘密來的 所以 其實他們這樣兩隻合起來 對我來說是很有意思的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是有很多 對我來說 我不知道 先問一下設計師 哈哈